今天我们要为大家特别推荐的是Trium China 一个研究中国经济政策的著名全球顶级咨询机构 在新闻信中分享到的现在有关于中国经济的分析 现在中国经济到底是怎样的情况呢 那不管是投资者还是中国政策的制定者 包括习近平本人可能都非常的关心 那我们看到第三季度GDP的月度宏观数据已经出台 其中就特别讲到如果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你可能会看到消费对于GDP增长的贡献又创下了历史新低 说明整个经济扩张不但是速度非常的疲弱 质量也是非常的疲弱 那如果你乐观的话 你可能会看到大件商品销售出现了增长 工业活动已经比较稳定了 并且延续了之前的增长势头 从这个情况来看 经济的基本面似乎仍然是比较强劲的 而Triium认为中国经济可能介于两种这样的观点之间 而这个观点其实也并不让人惊讶 政策制定者可能会强调房地产行业现在作用下降 先进制造业不断崛起 包括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现在是出现了一些好转的苗头 似乎都在表明结构性的转型正在进行之中 但是缺少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 就是居民的消费 因此未来政策制定者到底财政支持计划向哪一个方向倾斜 可能成为了我们观察市场 以及投资中国市场最需要了解到的一个变量 各种各样的背景可以说有一点混乱 那么到底谁的分析最准确呢 来自Triium China 他们对于现在习近平的经济政策顾问 进行了一个影响力排名 而排名第一的是谁呢 是刘元春现在上海财经大学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学教授 认为是政府外最有影响力的经济政策的声音 那我们也特别注意到 刘元春近期是特别在中国的财经官方媒体上 发表了一篇详细阐述北京政策背后逻辑的文章 我们特别留意今天分享给大家 那这一篇文章的主要核心要点是什么呢 他认为北京现在正在推出的零零散散的政策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刺激政策 相反其实要解决的还是长期的结构性问题 但是这一些结构性问题的缺陷带来了一些短期挑战 所以他的观点是这不是放一放水 不是这个病急投一 而是要奠定某一种长期改善经济结构的基础性的元素 而在他看来最重要的几个短期挑战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房地产市场的衰退 整个颓势没有改变 第二就是地方政府资金非常的紧张 而且支出似乎是无效的 第三是什么呢 就是居民的信心以及由此产生的消费低迷 第四是什么呢 就是有一大批的中国的上市公司 正在以低于资产净值的价格来进行交易 那么未来的道路是什么呢 刘元春的分析是已经宣布和即将出台的政策 要实现的目标是以下几个方向 首先第一稳定房地产行业和资本市场 认为这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前提 换句话说这个中国人呢 藏钱的两个领域地产和股票 现在都是在低谷 那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你让大家怎么去消费 这是一点 另外我们看到央行通过企业股票回购 这个住建部通过城市澎湖区改造 财政部允许地方政府使用专项债券购买 贤之土地这样的一个措施 似乎都是在稳股市稳房市 这个思路上出台的相应的政策 没有想到这个李奇博士介绍的是刘元春教授 而且他被认为是习近平的首席经济顾问 其实对这个名字我早几天才知道 怎么知道的呢 在六多世界的聊天区 有一位网友就说了 何先生 何平先生 你的 大概的意思是说 你的观点 这个 我从这个 谁 那个地方 得到了呼应 他跟你讲的很多东西 差不多 差不多 很接近 我当时就问这是谁啊 对方就说 这是刘元春先生 刘元春教授 我连刘元春教授是谁都不知道 这些年 我在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 跟一些西方学者 或者是西方媒体 研究中国做政治走向的朋友不太一样 他们是比较的去分析中国的文本 政策的这个变化 分析了中国的官方的一些说法 我呢是对中国的官方的说法 关注的非常少 甚至民间的 或者是非官方的学者 或者是官方的这个智库啊 或者是幕僚啊 这些文章或者说法的关注的非常少 如果不是网友 有时候会偶尔跟我提供一个连接啊 或者介绍某些观点 我几乎都不太知道 那我是怎么去观察中国的这个经济呢 其实有相当一部分呢 我是从西方的智库 西方的媒体里面啊 得到了一些的线索 而通过这些线索呢 我可能做出的这个判断啊 会跟他们的判断 研究 有时候呢 可能是比较接近的 但是有很多时候 可能是恰恰相反的 对中国的这一次的经济政策的这个调整 在之前几个月中间 我就足够一次啊 这个预估啊 或者预期啊 甚至更长时间 不是几个月啊 这个上一年左右的有可能 我认为中国的这个疫情之后的 这样一种经济复苏 或者说呢 经过了几年的经济的政策的智力调整 人事的安排 应该达到了一个需要转型的阶段 转折的阶段 所以我提出了一定需要超预期的这种政策 所以当这个潘公顺先生开始讲话的时候 我再提早一天啊 就跟大家说 可能希望在这一次升起啊 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次讲话 很有可能会宣誓的 某些超预期的这个政策 那么果然啊 这个潘公顺的行长呢 发出了这样一个超预期的这个信号 那么这种信号呢 非常强劲的刺激了这个中国的股市 而在刺激的这个开始的时候 我做出的判断呢 有几点 第一呢 我认为这是一个牛市的开始 不是一天两天 是长大一年 甚至几年时间 我所以提出的是一个牛市的这样一个概念 第二点是西方的媒体 或者是一些学者啊 一些在海外的学者 包括在中国大陆的一些企业家啊 一些学者 认为呢 就是因为第三季度啊 这个情况很糟糕 数字很不好 那么呢 这个急于来啊 刺激股市 来进行啊 这个刺激经济 刺激消费 甚至还有一些人认为呢 这样一个做法呢 是一个临时性的一种措施 是一种硬结束的措施 而我在这个判断中间呢 就很显明是跟这些 相当流行的判断 有很大的这个差别 因为还有一些判断 甚至讲得更极端 认为呢 这个刺激股市的目的 就是把呢 老百姓的资金呢 诱惑出来 然后再进行一轮呢 这个新的贵酒菜 无论是这些对股民的 一些个人的感受啊 一些艺人士 或者是一些学者 海外的一些学者的 对这一次刺激股市的 临时措施的看法 甚至认为呢 这些措施 未必会达到了 这个应有的效果 甚至可以使中国的经济呢 变得更加的糟糕 那这些学者的看法 大家已经呢 应该是流传很广 大家已经看到了 但是我在这个几个节目中间 无论是点点金正式 还是华尔街论坛 还是思想选举报 我坚持的一个判断 就不太一样 我认为这一次的调整 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转折 实际上是一系列的政策的 一个延续发展的一个必然 二十大的时候 成立新的这个机构 一个是经营这个系统 一个是科技系统 那就说明了 中共意识到 中国的这个崛起 中国的这个发展 一方面靠科技的力量 创新 新知的生产力 新型的这种制造业 要提升 另一方面要建立这个经营市场 如果不能建立经营市场的话 很多的这个政策 还是要财政 还是货币这种发力等等 都是通过传统的这种手段 这个力量太弱了 力量太弱了 所以我的这个判断就是 这是一个长期战略的一个节点 其实在这个节点上呢 正好的这些数据不太好 加快了或者是增加了这个政策制定者 或者是政策推行者的交流感 而通过后来的这些官员的安排 从潘公胜到郑三杰 到这个 这个叫南部长 还有后来的严部长 那么他一系列的官员的这个记者会来看 这是一个啊 这个用中国习惯的话来说 叫组合权 或者用讽刺的话来说呢 是下了一半大旗 但是对于一个大国来讲的政策啊 它就是下一半大旗 对于一个国家的这个政策的运决啊 它就是一个组合权 所以你讽刺也好 批评也好 或者说呢 这个不以为然也好 它的这个政策的机制啊 它就是这么一个运行的这个机制 那么这些运行的机制显示的一点 如果光只是GDP 或者是呢 一时的这样一个素质啊 它何必啊 动员这么大的一个力量 很显然它不是简单的一个 为了达到啊 5%的GDP的这个数字 而是有更长的这个内涵 而我认为的更长的内涵呢 就是中国需要建立这个经营市场 之所以要建立这个经营市场 是中国的经济已经怎样达到这样一种地步 但是中国的经营体系远远落后于中国本身的经济的实力 中国的经济实力跟美国当然是还有很大的这个距离 但是这个距离呢 没有像经营市场反映的这么的遥远 美国的这个股市的市值占了全世界百分之六十一 但是呢 中国只占百分之十几 这很幸运啊 资本市场的这个短缺啊 缺陷啊 对中国的经济的力量的这个壮大啊 这个远远远远不够这个力量 所以我认为呢 经营市场的这种啊 净利啊 是一个必然的一个必要的一个过程 它不是个简单的一个股市的一个上涨或者下跌的问题 但是整个体系必须建得起来